哈喽大家好 今天颱风天 可是颱风过门不入 已经解除路上颱风警报了 我们在台北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雨好像也下的不多 风稍微大了一点 但还不至于造成这个损害 那天气也比较不会那么热 多一点风多一点雨的话 也可以稍微疏解一下这个夏天的一个闷热 那我们今天准备来采收这个秋葵 那我带各位来看一下我的秋葵的生长情形 那各位可以看到哈 这个秋葵已经很大了 各位可以看到树上这个秋葵 已经很大了 我们把它采下来哈 那有几条要采的哈 这一颗也是 那其中有一条这个太老了 这太硬了这不行哈 好然后旁边这边还有一条 好那旁边这边还有一个 好那我采了四条秋葵哈 好我们稍微来量一下它的尺寸 好从最末端到这里二十公分 好这个秋葵四条都是二十公分的哈 好那各位可能以为说 哎这个秋葵二十公分 太夸张了吧一定是老掉了 好事实上不会哈 这个我都吃过了哈 这不会太老 好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秋葵哈 照理讲一般秋葵都这样 这样就要采了嘛 好大概像大概到这么短哈 跟跟这个手指头一样长 大概这样就要采了 可是它这个有二十公分哈 因为它这个算是比较大型的品种 好它长得很快 而且我们又是透过这个鱼菜共生哈 好来来种植的哈 所以它会比较嫩 好并不会因此哈 好硬哈 虽然大但是但是并不会硬掉哈 好所以呢 这个四条秋葵呢 几乎就全家人来吃都够了 好那我们很简很简单的哈 很快速的把秋葵采掉了哈 好那由于我们也很久没有直播了哈 那昨天还有这个朋友问了说 最近怎么都没有直播 那是因为夏天嘛 也这个 菜也都没有什么可看性了 所以我们直播的时间哈 次数就比较短 那既然我们今天都来采秋葵了嘛 那我们也可以带各位来看一下 那目前我们其他的植物的一个生长状况 我们还是先来看我的这个 这个茄子嫁接万桃花好了 那自从上回我们这个台风哈 造成的一些损害哈 到现在啊 还算是 在浮檐当中 已经三个礼拜了哈 那花都有开 可是呢 那个母花倒是没有哈 有开了一些公花 那 现在呢 叶子 渐渐的变大了 变多了 不过 离这个 大量的 开花结果哈 还有一段 一段时间哈 我想至少也要再两个礼拜哈 才能看得到果实 好 那我们 顺便来看看我的这个黑夜小白菜好了 黑夜小白菜 今天 今年哈 在这个土耕长得不错 所以这边都已经有 采收部分了哈 那 剩下比较小株的哈 那个 露出空间来 它又长大 要把这个 塞过的地方再填满的 好 那 我们之前 常常介绍的这个 子树哈 现在已经 剩下 这个三分之一的高度的 都被剪掉了 好 其中有一棵也死掉了 最主要是这个植物已经老了啦 我想应该是要从种才对 好 那不过 我想它既然会活呢 我们就 让它再 再 再长看看吧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哈 这个 现在本来这个 刮棚架哈 都爬满了这个 长豆哈 菜豆哈 结果现在 连这个枝 连这个枝干啊 我都把它全部剪掉了 好 所以现在就比较空 虽然是菜哈 长得没有说很好 不过各位可以看到 花倒是开的不错 好 啊 阳光大的话 这个花朵哈 就是会比较盛开 好 好 那花朵开得多的话 也算是美奋嘛 也不错啦 好 虽然说菜没有那么多 但是 花朵 欣赏一下 心情也不错 好 那 各位可以看到哈 刚才我们在采这个 秋葵嘛 好 好 那秋葵 同样种植在一起的哈 这个超级战舰上的哈 好 这个就是 黑夜小白菜 好 那他在 超级战舰 这个 直床上哈 好 生长的情形也 非常好 非常良好 好 而且 这个季节 几乎都没有虫啊 来咬他哈 所以 这个叶片都很漂亮 好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哈 我们这边也还种了两颗秋葵哈 好 那 这个 空心菜 倒是还剩了一些哈 不过 这个都是 属于比较末期的空心菜了 好 那我们之前的这个草莓种植馆哈 然后 现在我们都把它拿来培养这个白检菜 好 它 我们暂时就 用它来当这个白检菜的育苗区 好 那 我们就是把大量的种子呢 撒在这个种植馆的洞口 好 那 虽然撒很多哈 但是它 也是一样长哈 那我们就是会先把那个大颗的先挑起来 把它移植到我们这个鱼菜公生的水管里面哈 好 因为我是觉得 它在这边 长得还不错啦 因为我们这边都有做自动滴灌嘛 这自动滴灌 所以水分的供应 会 稍微正常一点哈 所以它 在幼苗期都 花育都还OK的 好 那 我们带各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这个都是从那边移植过来的 这个都是从那边移植过来的 好 这个全部都是白检菜跟红检菜 不是 白检菜跟红检菜而已 是说 我们 这个 稻子种的这个 这个 这个花盆哈 我们现在哈 种了一些 黄棱菜哈 它长得还不错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根哈 长得非常明显 好 那看来 看来这个 黄棱菜哈 好 还是满适合用这个 稻子种的 这个盆子哈 好 那 刚好最近都缺乏青菜哈 那 那这个 黄棱菜哈 刚好提供了我们一些需要的青菜 好 那我们喜小姐现在正在采收 因为家里也没什么菜了嘛 就 就 这个 采一些黄棱菜来当这个 这个 菜色哈 好 那我们自从将这个 豆子采收完以后哈 还有那个小黄瓜哈 都把它 砍掉了嘛 那 取而代之的就是这个 爬满了围墙的这个 菜瓜 这菜瓜 菜瓜 可能会 变秋瓜了 不管秋瓜也好啦 反正 现在 刚好没有东西种嘛 那 它 它 它如果能长是最好的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另外一座超级钻件哈 这边种的是 我们平常哈 在吃的一般的那个小白菜哈 那各位可以看到它这个 菜叶哈 被这个 瓜鸟啃食的很严重 哦 哦 那好像 好像生长情况也不是很好 因为 叶片感觉很薄 哦 不过有点长不大的样子 哦 像这种太热季节 我是觉得各位可以尝试着 种这个 黑叶的小白菜 来 那各位可以看到哈 那 由于这个最近比较 疏于再照顾哈 它这个已经有明显被晃了 这个 切铁的情况又发生了 啊 虽然是 各位可以看到旁边的地瓜也好好的哈 但是 因为每一种这个菜啊 这个需要铁的量不一样啊 那这个都很黄 啊 小白菜就比较糟糕哈 那 那地瓜叶呢 本身就 比较没有受到影响 还有这个空心菜呢 也还算OK 就是独独这个小白菜呢 已经呈现比较严重的缺铁状况了 那你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 没有好好的把它加一下 这个 它就长不好了哈 因为 营养不良嘛 那菜是不可能长得好的 那是我们这个 菜园的哈 最新的一个情形哈 那 跟各位分享一下 啊 谢谢各位观赏 拜拜 拜拜 拜拜